兩名女子走在斑馬線上 一輛白色轎車就像沒看過人一樣 直接撞了上去 兩人當場倒地 事後發現肇事駕駛 竟然是國民黨立委賴士堡 回到事發現場 就在台北市大安區的瑞安街 地面上可以看到明顯的煞車痕跡 距離斑馬線就短短不到一公尺 可見當時車禍發生的相當突然 駕駛反應不及才會撞上 只要晚間賴士堡沿著瑞安街行駛 在路口左轉時 左前車頭撞到兩名斑馬線上的行人 傷者分別是63歲的張姓女子 以及59歲的蔡姓女子 這狀導致張姓女子的左腳踝骨折 另外一位則是頭部有撕裂傷 兩人都送往醫院檢查治療 目前一時清楚 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出判賴士堡並沒有喝酒 她在開車途中 一次沒有停讓 當時綠燈過馬路兩名女子 才會導致車禍發生 詳細事故原因還有帶進一步理清